今天我們有五個維笑去 不計拍照的時間 其實30分鐘內就可以逛光了 首先就是遊客街道的海森林 然後就是De Grace Street 和咖啡街 接著就是Howy Place 最後就是Loop Bar 在Finders Street的火車站走過來就是這裡 聖堡羅教堂 這個教堂 我覺得這個入口拍照很漂亮 很有霍格華茲的感覺 如果你們去開山林時 一定會經過這個 這個就在這裡拍了 走過去拍 剛才我在裡面這個位置拍照 這裡你走過去拍是很漂亮的 接著有個父親走過來 問我有沒有拍到好的照片 我就讓他看 接著他說對呀 真是挺漂亮的 過了教堂之後就來到 真的有很多遊客 這裡基本上是一個遊客點 不過每次來都可能有不同的發現 好像這幅畫又不同了 上次來都不是這個 慢慢拍實在太悶了 好 現在帶大家快速這樣看看 看完開山林之後 我們再出發去第二條林圍 好 接著就去咖啡街和De Grave Street 本身我今早是在這裡吃早餐的 如果不是沒有了網絡 沒有了電話線 我應該在這裡享受咖啡 這裡喝咖啡 和吃早餐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你只能看到坐滿人 都知道是多麼舒服的 對吧 好 你說 我吃早餐了 現在下午想吃晚餐 想吃晚餐就去旁邊 De Grave Street那裡吃 因為那裡有很多餐廳 穿出咖啡街 前面就是De Grave Street 旁邊這條街 幾點 還未到十二點 已經開始多人了 我想晚點更多人 在逛街的時候 用心思發掘一下 你不難看到很多的街頭藝術 好嘍 我們再出發去另一條林圍 How We Place 算是比較隱蔽 所以沒什麼遊客來 墨爾本有很多很特別的小巷 畫滿很多Grafitti的那些 帶到我來說 那些 來過幾次之後就已經沒什麼特色了 於是我就發掘其他特別的小巷 因為這個我覺得挺特別 擺滿了一些 擺滿了那些 擺滿了那些 相架仔 圖畫 還有很多本地 這裏藝術家製造的 幾特別的藝術的東西 如果你看到這個 Hotel Crossway 接著呢 認住這個 這條行 因為我都找了幾次 我走到前面那裏 其實是這裏轉進去 有點難找 你還要一直走 走到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不會拆了吧 記住這條行 記住這裏 接著轉進來就是了 其實有些都髒了 不過我覺得都挺漂亮 例如這些 這個比較新滑的 我覺得這個獅子很特別 這個獅子頭 它是用這些布做上去的 但是 做到獅子頭出來 這條街 我是認住這個位置找的 所以我也找了一會才找到 畫滿很多相架 不知道過了這堆 不知道過了這個行 接著會見到些甚麼 嘩 好可愛啊 這隻貓 好可愛啊 這隻貓又好可愛啊 好打卡完成 我們向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Lingway其實是比較新的 只要一直向著一間叫Loop Bar的地方一直走 好,經過這個停車場 換了 這裏是一條以綠化為主題的Lingway 叫種植物在這裏 這裏走前去都頗舒服 坐在這裏喝東西都頗舒服 這裏是很舒服的 還有它前一點都是有個牆畫了一些畫 我就是沿著那邊走過來的 如果你在地圖看過實景 你就會發現地圖上的牆還是米白色的 因為它也是最近這兩年 才種了綠化植物 和畫這些畫上去 這間是很出名的Loop Tova 如果你們來到的話 我就強烈建議你們上去喝一杯 因為它們價錢不貴 和裝修都頗美的 四條大路,五條Lingway就走光了 下一集就是漫遊澳洲的最後一集 在這裏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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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